WWDC2023在今天凌晨如期而至 让我们来看看iOS17的第一个开发者预览版上手体验 到底怎么样 这种跨版本的大更新一般都很大 它在我的iPhone14 Pro上面有3.04GB 这次iOS17有不少特点 第一个与小组件有关系 现在可以让我们直接在小组件上进行交互 不需要和以前一样点击后进入到App才可以操作 比如这个App Music和播客 小组件上就有播放键 但目前我发现还是有bug 如果App已经在后台了 它是可以操作的 比如这样App Music可以打开 但是一旦结束后台应用 并不能直接在小组件上播放内容 而且这个播客App是否有后台应用 也不行 好 毕竟是第一版 在发布会上看到的iPhone待机横屏显示功能 在设置中可以找到它 它还有一个夜间模式非常的赞 可以根据环境光自动调整颜色 包括检测到动作时自动打开显示屏 让我们来看看它实际工作时的表现 我现在把iPhone横向放在MagSafe无线充电座上 它会自动进入待机显示状态 左侧为时钟 你可以通过手指滑动选择其他的类型 而右侧 我们可以在天气 日历 提醒事项等这几个类型中选择 我们还可以通过左右滑动来显示相册 或者是全屏的时钟显示 OK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夜间模式 现在我把房间的灯光调按 让我们看看在几秒钟后 iPhone的待机显示确实已经变为红色 OK 我再恢复光线以后 它也会立即更改为白色的日间模式 接下来看看通信录 iOS时期使用了一种全新的联系人卡片 也可以在这里设置你的照片和名字 我们选择自定义 联系人照片和下面的海报 海报中还能在拍照照片 你我表情和字母图案几个选项中选择 另外我发现在发布会中提到的 可以直接使用Siri唤醒 这个功能目前只支持Siri语言为英文时 才可以在这里找到入口 其他语言目前并不支持 Siri What's the weather today 这个应该在后期版本更新后呢 会增加 这个并不着急 另外还有MS集中 可以通过向右滑动 快速回复当前信息内容 关于这方面的详情 后面我会在新视频中具体来说 以上就是iOS17第一个开发者 越南版快速上手的内容了 不知道你们对于新iOS系统是否感兴趣呢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